民众党柯英佩上周五登记参选之后 柯文哲沉淀一天才公开露面与青年座谈 他自认目前还是在野看好度最高的参选人 蓝绿一起打他会反弹越强 而对于党内有人认为 黄珊珊是破坏蓝白河的战犯 柯文哲则是帮忙还家 在蓝白河破局各自登记参选总统后 柯文哲沉淀一天首度公开露面 自信表示现在蓝绿一起打他 但自己就像皮球一样 打得越用力反弹越强 而对于党内不满黄山山 身为竞选总干事 又位列不分居立委第一名 以及有人认为 黄珊珊是破坏蓝白河战犯 柯文哲帮忙还家 台湾民众党是一个很强调集体决策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倒觉得让黄珊珊一个人去承担 让什么战犯的这种罪名 我觉得是不必要的 同样被民众党员质疑是以空降进入不分区名单的黄国昌坦言不讳 但强调目标是二零二四的国会不再被蓝绿垄断 两人也分别和超过五百位青年面对面座谈 一一回应教育交通老权等议题的看法 最终取得慎选 我们在五十岁以上的支持度很低 第三势力民众党想在蓝绿围攻下杀出重围 柯文哲固守年轻族群支持的优势外 势必也得持续拓展票源